我們來祝福台灣國泰民館 火路玉書昂紅 行車平安順暢 今年是我們台鐵125週年 新火相傳125 啟動台鐵新元年 這是我們今年台鐵的一個 125週年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我們台中站 為了慶祝125週年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站前廣場 辦了很多音樂祥宴 包含很多軍樂隊的表演 還有蒸汽小火車到現場的體驗 那我們在今天有發售紀念月台票 跟我們給鐵道米做購買 那現場我們還有中西醫門診 腳底按摩 還有相關藝文的展覽 那還有蒸汽小火車 供免費 旅客免費來搭乘 那我想今天的慶祝活動 是相當熱鬧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民眾 能夠踴躍來參與 共同來慶祝我們台鐵125週年的生日 那今年我們還特別 製作那個CK101的直箱火車 公民眾來做這個展示跟觀賞 火車站都是大家小時候共同的記憶 以前帶女朋友坐火車的時候是最快樂 從這裡坐火車到台北去讀書 是最快樂的時光 所以火車站都有非常多令人懷念的記憶 那雖然說這個火車站已經要遷移 我們新的火車站要往北邊遷移 那一估再兩年多就完工了 那我相信舊的火車站跟新的火車站 都是會是大家最好的記憶 我想台中市是因為 台鐵縱貫線通車才產生的城市 所以125年其實台中的生市 其實就差不多125歲 我們以前是一戶旅路三萬嘎 那台中是一個鐵路城市的興起 所以今天來看我們這個125年前的這個蒸汽火車 特別感到親切 那是完全照著我們CK101的造型製作的喔 還有我們的貴賓 我們的消息市長還有所有的貴賓 都帶走我們的鼻火車進場了 也可以站到這碗墨風很輕鬆 不同樣說 那麼緊張的路面 我們現在在蒸汽火車站 我們オー孝火車站